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我在家族群发张照片 乱套了 在很多婚姻里 婆家人都会把孩子看得很重 儿子结婚末多久 他们就可能会要求儿媳备孕 但孩子应该是爱情的结晶 不应该是婚姻简单的产物 也正是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才导致婚姻的结束 两个人结婚应该是因为相爱 想要在一起生活 共同组建家庭 而不是单纯的想要生个孩子 其实说到底 生育这件事 基本上就是女性一个人完成的 如果在育上只在乎孩子的丈夫和婆嫁 那她又为什么要付出这份辛苦呢 而且有的时候 总有一些人觉得结了婚就该要孩子 却没有考虑到自己当下的条件 生了孩子是要好好养育她的 没有好的环境 好的氛围 有怎么能给孩子好的成长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本就应该顺其自然 也应该多多的考虑妻子的感受 网友成梅就因为结婚三年没有生育 被婆嫁嫌弃 但其实成梅一直在保守着一个秘密 在丈夫也不站在成梅这边 跟着公婆一起指责成梅断了她家香火的时候 成梅最终选择的离婚 并打了婆嫁的脸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故事 成梅和丈夫薛仲当初恋爱了三年 两个人之间没什么矛盾 所以最后才选择了步入婚姻 结婚之前 成梅就和薛仲定下了一个约定 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工作并不稳定 加上要还房贷 所以成梅希望可以再等个今年再生孩子 薛仲也是同意的 并且告诉成梅自己的父母不会干涉 所以成梅才放心的和她结了婚 结婚初期 公婆对成梅确实是不错 因为成梅没有要婚房 反而是和薛仲一起供了一套房子 所以公婆对成梅是有好感的 但时间慢慢过去 看着身边亲戚们都抱上了孙子 公婆就有一些着急了 但因为薛仲之前和他们提过近一两年不打算要孩子 所以公婆也只能旁敲侧击地去从成梅那边入手 每次探现公婆拿着别人家孩子的照片而给自己看 或者在亲戚来的时候抱着人家的孙子不撒手 成梅就知道公婆也想要孙子了 但是他们现在房贷压力大 两个人加起来的工资还玩房贷都剩不了多少 再生个孩子根本就负担不起 成梅性格也比较直律 直接就和公婆说明了这种情况 公婆虽然表面上接受了 但还是有意无意地催着两人生孩子 有时催得急了 成梅说的话就不怎么好听 慢慢地就让公婆对成梅有了意见 而薛仲最初是坚定地站在成梅那边耳的 然而看自己的父母抱孙子的心强烈 加上成梅总是把钱挂在嘴边 薛仲心里的天平也就渐渐地歪到了父母那边 这让成梅心里十分委屈 好像全家最自私的就是他一个人 就连当初给自己保证的薛仲现在都会怪自己 那自己还坚持什么呢 成梅也不想再和他们计较 不然自己可能就是这个家里的罪人了 所以在结婚半年后 成梅也是松口决定生孩子 公婆很高兴 制定了好多的计划让成梅被孕 然而小半年过去了 成梅的肚子却没有任何动静 遇下公婆彻底坐不住了 儿媳好不容易松口 结果却怀不上 他们就觉得肯定是儿媳或者儿子某个人的身体有问题 加上成梅之前坚定的态度 在公婆心里这个人大概率就是成梅 所以在想了好几天后 公婆还是提出让成梅和薛仲都去医院检查一下 成梅知道公婆的心思 也没有反对 因为结婚前他们都做过基础的体检 成梅想着两个人应该是没事磨问题的 薛仲也这样想 所以两个人匆匆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后 就安心地回去工作了 医院的检查报告是成梅去拿的 回来后 成梅也没有把检查报告给公婆和薛仲看 只说是落在了医院 但两个人绝对是健康的 他们也都没有怀疑 相信了成梅的话 但实际上 拿到薛仲检查报告的那一刻成梅就慌了神 报告证明是薛仲不育 但成梅作为薛仲的妻子 足够了解薛仲 觉得薛仲如果知道这件事后 肯定会觉得自责和丢脸 所以在斟酌在三后 成梅干脆瞒下了这件事 回家后好好安慰了公婆一次 说儿女本来就该顺其自然 只要她们都保持健康的生活 总有一天会有孩子的 公婆也莫别的办法 只能盼着成梅的肚子赶紧有个响动 成梅则偷偷地询问葛仲医生 看能不能帮帮丈夫 但是这些 公婆和薛仲都不知道 成梅也只能背着她们慢慢地来 然而让成梅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一番好心终究还是错付了 因为当初拿报告是医生没有把话说死 所以成梅想着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情况肯定能有好转 然而公婆却根本没有等她 眼看着俩人结婚三年 房贷都快还完了 她们日盼夜盼的孙子却还是没有来 她们也不再听成梅的安慰了 对成梅的态度和脸色是一天比一天差 也开始对她冷言冷语 成梅心里委屈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成梅也不能去公婆面前解释 只能把希望寄存在了薛仲身上 然而让成梅寒心的是 薛仲居然也觉得这是成梅的问题 我还没找你聊 你倒先来找我抱怨了 生不出孩子本来就是你的问题呀 成梅不知道这为什么要怪在自己头上 再说了 难道没有孩子 薛仲还要和自己离婚不成 屁话可是你说的 虽然咱们俩的感情没啥问题 但你也知道我是家里的独苗 你要一直生不出孩子来 我爸妈那关你就过不去 成梅从来不知道 原来薛仲也是这样的心思 这让自己一直以来付出的努力就像是个笑话 而既然明确了公婆和薛仲的态度 成梅也懒得再当好人贴这一家的冷脸 成梅提出离婚的时候 公婆和薛仲的反应都是不屑 成梅也已经看清了他们 什么都没说 也没让他们一家以自己不运的理由占自己的便宜 毕竟自己的检查报告在那摆着呢 拿到一半访款的那天 成梅干脆的在家族群里发了当初薛仲检查报告的照片 刚发完 家族群里的人们就轰动了 成梅的手机也开始被公婆和薛仲轮流轰炸 成梅知道以后他们的生活可能乱套了 但和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结婚前 薛仲明明答应过成梅已经今年不要孩子的要求 然而在公婆的催促下 薛仲也加入了逼迫成梅的阵营 成梅无奈妥协 却发现了丈夫不育的事实 自己本是好心隐瞒了这个结果 却被公婆当成了生不出孩子的罪魁祸首 受尽白眼 这种现象其实在社会上很常见 好像只要结了婚 就一定要生孩子 好像女性只要不生孩子 就是没有发挥人生的价值 甚至还是婆嫁的罪人 带孩子本来应该是家庭幸福下的结晶 不应该是被人逼迫 强行制造出来的产物 育养出生的孩子 难道就一定会幸福吗 我们体谅长辈想要子孙满堂的心思 然而生而育你这重视情本就该顺其自然 更何况养育一个孩子 从来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现在的年轻人考虑到自己的条件 考虑到孩子出生以后的情况 选择吃一些要孩子本就是正常的 如果做长辈的不能体谅 还用辈分来压迫他们 那最后毁了他们的婚姻 就是得不偿失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你喊我八年阿姨就算了 孙子为啥喊我老太婆因为八块改口费 都说婆媳之间很难友好的相处 有很多的媳妇儿抱怨说 无论自己做的有多好多周到 都得不到婆婆一句称赞 婆婆经常刁难她 甚至在结婚那天也当众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婆婆作为母亲 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娶一个优秀的妻子 母亲当然是为了儿子着想 如果儿子的女友家境不好 而她自身条件又算不上多优秀 大多数的婆婆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儿媳的 他们会觉得儿媳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在儿媳嫁进来之后也会对她百般刁难 这些婆婆为了一时痛快当众为难儿媳 这也是打了自己儿子的脸 而且这样的举动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而媳嫁给儿子之后也不愿意尊敬你这个婆婆 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会非常的尴尬 这样的结果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刘丽珍是一个苦命的人 当初父母为了给弟弟娶媳妇儿 就急忙给她找了个人家 要了一大笔的彩礼钱 嫁过去之后刘丽珍过得并不幸福 丈夫是一个懒惰的人 每天就知道喝酒 喝醉了之后还对刘丽珍骂骂咧咧的 丈夫意外过世了 留下她和年幼的儿子相依未命 当时刘丽珍非常的无助 公公婆婆不愿意帮忙 父母也对她避而远之 她只盼望住儿子将来能有出息 母子俩能过上好日子 她吃苦受累的终于把儿子抚养成人 儿子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顺利的考上了一所大学 自从儿子考上大学之后 家里的那些亲戚也愿意跟他们来往了 但是刘丽珍心里明白 那些亲戚是看他们家的日子 过得好了才会如此 想当初他们母子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 那些亲戚可是莫帮过一点忙 刘丽珍的儿子非常的优秀 大学的时候年年拿奖学金 学费也不用太操心 如今她也能在众人面前昂首挺胸的做人了 她只盼望住儿子毕业之后能找一份好工作 将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好好过日子 刘丽珍的儿子吴强在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她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 在她得知这件事后 一直催着儿子把女朋友带回来 她想着既然儿子的女朋友也是个大学生 那她的条件一定也不错 刘丽珍觉得现在的小年轻谈恋 爱动不动就要分手 只有娶回家里才安心 所以急着见儿子的女朋友 如果两个人确实非常般配 那就让他们早点结婚 在儿子带女朋友回来的那天 刘丽珍非常的高兴 做了一大桌的好吃的 想着这是儿子的女朋友第一次上门 一定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刚见到儿子女朋友的时候 刘丽珍对这个女孩子还是很满意的 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 看上去文文静静的 是个好女孩 在吃饭的过程中 刘丽珍问了这个女孩家里的情况之后 就有些不满意了 这个女孩的父亲常年患病 母亲一直在照顾生病的父亲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刘丽珍觉得这个女孩的家庭条件太差了 如果儿子娶了她 将来还得负担她整个家庭 那儿子得多累啊 她一直盼望助儿子 能娶一个家境富裕的女孩未妻 这样将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可是这个女孩子除了长得漂亮 学历不错 家庭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连自己家都比不上 刘丽珍打心底里 不愿意让儿子娶这个女孩未妻 儿子吴强和他的女朋友感情很深 虽然听了母亲的话之后 他也有一些犹豫 但是最终还是决定要跟女友在一起 他也不介意女友的家庭条件不好 看儿子对他女朋友死心塌地的样子 刘丽珍的心里有些生气 可是也无可奈何 他们很快就定了婚期 刘丽珍的心里就更不痛快了 在结婚的那天 刘丽珍决定要给儿媳一个下马威 树立自己的威严 免得儿媳嫁进来之后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在婚礼上儿媳给他净茶 他给儿媳改口费 儿媳拿到红包之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就当众拆开了 里面只有八块钱 儿媳当时就有些生气 他直接当住亲戚朋友的面对刘丽珍说了一句 谢谢阿姨 刘丽珍当时也觉得有些下不来台 就当众指责儿媳说道 都给你改口费了 你怎么还叫我阿姨呢 还有我给你的红包 你怎么能当众拆开呢 好歹也是个大学生 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 儿子吴强也觉得这件事是自己的母亲做的不对 于是就忙着打圆场 好不容易婚礼结束了 儿子吴强和儿媳在外面租了房单独住 儿子偶尔会回来看他 可是儿媳一般不回来 因为改口费的事儿 他对刘丽珍心生不满 所以嫁进来八年 喊了刘丽珍八年阿姨 儿子和儿媳结婚之后生了一个男孩 刘丽珍非常的疼爱孙子 可是孙子从来不喊他奶奶 只喊他老太婆 这让刘丽珍的心里很不舒服 于是刘丽珍就对儿媳说道 你喊我八年阿姨就算了 孙子为啥喊我老太婆 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 听了刘丽珍的话 儿媳对刘丽珍说道 因为八块的改口费 你就给了我八块钱 还想让我叫你妈 你未免有些异想天开了吧 孩子是我生的 我不喊你妈 她自然也不会喊你奶奶了 听了儿媳的话刘丽珍也后悔了 过了这么多年 她也想通了 儿媳自身还是很优秀的 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也不是她能选择的 自从嫁进来之后 把家里里里外外打理得很好 跟儿子的感情也不错 如果她当初没有当众刁纳儿媳 儿媳也愿意孝顺她这个婆婆的 孙子也不会喊自己老太婆了 刘丽珍跟儿子吴强说了这件事 她说自己真是后悔不已 吴强跟妻子说了这件事 刘丽珍的儿媳也不愿意跟她过多计较了 毕竟已经是一家人了 就算计较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儿媳主动的喊刘丽珍妈 孙子也愿意喊刘丽珍奶奶了 那个时候刘丽珍非常的感动 她向儿媳道歉 说都是她的错 儿媳让她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都过去了 一家人也能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了 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一定不能冲动 因为冲动会使你犯错 有些错误可以弥补 而有些错误则永远无法弥补 当你因为自己的失误给别人带来了伤害 这种伤害会永远留在那个人的心里 就算你最终后悔了 也无法弥补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人这辈子不能为了一时 痛快就去做一些让自己抱憾终身的事 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 你要看到长远的将来 虽然你现在解气了 但是将来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因为你的一时冲动会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到时候即使后悔了 也无法挽回了 每个人都应该谨言慎行 做事之前应该深思熟虑 尽量避免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人生不可能重来 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是无法收回的 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才不会后悔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